我們在孩子都還很小的時候 每個人看起來好像都很可愛的時候 你就會沒感覺啊 因為反正他現在看起來那麼可愛 他看起來那麼可愛 每個人看起來都那麼可愛 等到六歲七歲十二歲的時候 發現差異已經巨幅差異的時候 你這時候一天到晚要補什麼補什麼補什麼 你那些都已經是在補足了 你這些錢 你要花費的 我說的白點 是你這時候投資跳崖的巨幅差異 你現在投資在跳崖的錢 你不用等到多久 一兩年兩三年之後 你會很明確的發現 你投資六千 你回報起來的可能是十二萬 它的價值就是差異這麼大 對 因為它是1.01 1.01 這樣子一直累積而產生的巨大改變 然後我還是真心真意的建議 不是看到隔壁的人學足球 你就也去學足球 隔壁的人去彈鋼琴 你也去彈鋼琴 隔壁的人去煮菜 你也去煮菜 不是這樣 小孩子六歲之前 你想說什麼東西讓他摸一摸 玩一玩 試試看 提高他的探索值 很好 但是其實你不用花錢去探索 你只要去大自然探索就好 而真正你應該要去投資孩子的才藝 應該要在發現他的天賦之後 你發現他的天賦在足球 你就投資他足球 他從4歲就發現有足球天賦 他18歲之後一定是非常非常強的足球 你發現他的天賦在科學 你就投資他去上科學課 你不要他的天賦在科學 你心裡面很想要他去上芭蕾舞 你就每天讓他去上芭蕾舞課 每一個能力其實是一個綜合表現 如果他現在可以接觸到芭蕾舞課 幫助他發揮了三項天分 而他缺乏兩項 所以他無法成為一個頂尖的芭蕾舞的表演者 可是這三項已經開發出來的天本 會隨著之後的其他優勢的發現跟累積 這三項已經先建立 而且也已經建構好的 他在其他項又加入之後 啪 這些組合有可能在這個世界上某一個位置 他的整個最強組合 符合這個職位的最強組合 他就是這個位置的頂尖者 如果他的最強組合 這個世界上沒有這個職業 他都已經這麼強了 他會不會就可以開創出這個職位 今天在迪菲爾做EQ教育之前 沒有人做EQ教育 這世界上並不是一成不變 他是一直不斷在生產跟消滅 所以我們幫孩子把優勢找出來之後 他是有能力透過優勢 再創造出嶄新的東西 而這事實上最有價值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開創出 別人所需要 但目前還沒有的東西 別人所需要